4.科技新军,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为强军新军提供强大引擎 恩格兹说过,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会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 以火的控制和使用为标志的古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 使战争进入以金属兵器为主体的冷兵器时代 金属冶炼和火药技术的发展应用,使人类科技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 推动武器装备发展到新的水平,机械化战争形态日益成熟 近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相对论的创立和核技术的发展 为核武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战争形态进入了核威慑条件下的机械化战争时代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 世界军事科技领域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涌现出很多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作战力量和手段 战争基本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远 当前,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推动着信息化战争向更高形态演进 从战争形态演进的历史轨迹来看 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在推动力量 经过长期发展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提升世界先进行列 为科技新军提供了坚实基础 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 要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 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 推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 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 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机型转变 推动科技新军必须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化 加强同国家战略规划对接 党中央已经对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做出战略决策 制定的一系列规划 为推动科技新军提供了重要指导 我军要结合贯彻军队建设发展13.5规划 找准目标路径重点和突破口 坚持实战牵引体系论证 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 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 提高战略筹划水平 推动科技新军必须抓住重点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 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两单一新 载人航天 华龙一号 北斗导航 一大批军民融合的成果 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 要主动发现 培育 运用 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 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 最大限度实现民为军用 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这篇大文章 就可以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 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合发展布局 推动科技新军 必须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逼子 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相比 我军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科技瓶颈 科技创新能力 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 奋起直追才能后来激上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紧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以赶为天下先的志向 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临跑的转变 推动科技新军 必须牢牢把握人才这个第一资源 据天下英才而用之 未来战争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谁拥有科技人才优势 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当年如果没有前学生前三强等一大批科技人才 两难一心是搞不出来的 今天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 为推动科技新军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进 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 对于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发挥国家教育资源优势和我军院校特色 健全军事人才依托培养体系 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要构建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 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 以军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格局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路要继续走下去 同时要坚持军队需求主导 聚焦紧缺专业 重点高效优势学科 提高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 要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 不断壮大人才队伍 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要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全军未然成风 推动科技新军 必须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 要向改革要出路 以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 坚决破除制度繁离和利益继绑 努力构建统一领导军地协调 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国家主导需求牵引 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 系统完备 衔接配套 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 集中统一领导 要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 坚决拆壁垒 破坚兵 去门槛 破除制度繁离和利益继绑 构建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 要弘扬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 汇聚起科技新军的强大力量 中央和国家机关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以及有关方面要强化国防意识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 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支持 为强军清军提供强大引擎